开始准备的时候到过来 我们有很多人在某个的帮助 他们有些人不方便出现在这种 有些人会在这里 应该必须是 呃 我这些年是特别保护我们这些朋友 我们不该牺牲的时候 必须要牺牲 该牺牲的时候 绝对走在这些地方 啊 那个下面呢 我们就 邀请在德国的啊 他呢 这个 我们是四年就五年先去市场化理的啊 先生说让我这照顾你曾经有了 是吗 是吗 还是有一女朋友吗 是吧 你的照顾都不接受 照顾没照顾啊 没照顾 后来他就去 他获得了这个德国的一个基金的项目 我现在德国去经科学 这些那个导力 而且他 我觉得我们这样的青年人很好 他一人去了德国 然后再多努力地学习 在他大学也努力地学习 跟各个人认他在一起 他在德国许多媒体都有对他的报道 他参加很多 特别是那个研法学家 然后一些社会学家 还有各个人 各个人体的经常去 而且在法 德国还是有一定的名气 也是跟那廖友在一起经常去接受采访 我觉得我们更多的这种 当然他比我小七岁 我老婆的青年啊 我更多人每在一起地方 只要出了土地要睡个秒 发芽 上当 但我们在当地的一个国家产党物被影响 让他们更多的关注过就是中国自由民主化化 你跟他再讲一讲 我非常高兴啊 这次能认识这么多通道 虽然我刚才那个人刚见的这个 谢谢大家 今天就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张耀邦 张耀邦先生的发言 这就是 他的发言说明他这个不仅 一直在师父的跟踪 而且经常师父的飞行 我觉得我还是先把我的价值透露一下 不然网上也有朋友怀疑 我觉得 莫非是特务主的 我们现在共产党是师父 因为以前的成本 我开始在发言成本以前 我的爷爷的哥哥 从老大大爷的 但是这句话讲 大爷是老普腾的 但是大爷爷 然后他是那个共产党的时候 然后我们随线就要随线 随线的那个保安队的一个军官 他是回家的时候 我父亲过去 中间什么 他回家的时候 就是被那个 被共产党的所谓地下打的人 在路上就抠袭被打死了 然后来就是突然的时候 又把我爷爷发起来要活埋 然后他 他也有个真理变好 从上边武术半夜逃了 他也得益于他们的 卫生比较担护 担护他的肠肚子 听见他动静 他也说你别叫 让我去他 让那个肠肚子 就别用去叫 然后他逃了一个国民党 然后他又把我的那个那个这个真宗也挂起来 关了这个那个那个 以前的日本人建的炮灯里 他也叫他去 然后又想逼我爷爷出来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我爷爷 以前我们一家的长工 后来又平常干了 干了在那个乡上 把他的财产给押下来 所以我爷爷后来就回去了 他就逃了 保来一张命 但是我外主不就没那么理解好 因为我爷爷叫奥特蒂普 然后我外主过来就暴卫富农 他这五九年那时候没强过修处 保隆遇到的大饥 然后就饿死了 死了之后后来他死了之后就是 他的命令去收尸的时候 就不长了 就无历了 因为他们没饭出来 搓出面子 然后就没饿死了 所以然后我从小就 然后后来就十六岁 四七年后就是 被污蔑打个命 残略了 咬打败了 所以我从小就大人讲的精灵 就知道了 我通常都在这 所以很小呢 上初中的时候 我有一些政策课 说公公是秀 我那个时候就跟同学说 公公不是秀 我完全从兼联的一家资源 今天有这种经养的方法 也不明白这种回事 那我现在真的也很抱歉 同学说那么小就知道了 哈哈哈 后来就下高中 我就跟两个同学去当军 还有去上军秀 然后我们就混到不已经去搞个 到底认出我发动证件 结果那时候谁知道的 共产党到处的安排 这些人物人 术语叫文物 所以香港话叫限制 那家伙把我们给举报了 然后班主任还是比较好 也是因为我的 我每个一个经纪 给他行为 就是说你这个不允许是上军秀 你就上了几校 我后来就上了几校 这也有时候很多人质疑我 你是不是撤过 哈哈哈 后来上了几校毕业以后 就跟他坚定在当干了 给他来丢了几校毕业 几校毕业 我也没关注 哈哈哈 我也不在坚定 拿过干了 就被关注 后来我当然想着从里面的这个感觉 后来就翻译了 你实际上就北京那时候 呃那个网络也不发达 然后就经常就聘那个知名机 所以最后一天才要 为了为了 那就是 能够扫着 我没关注 那我这个文件师 我那儿还以为他在美国 知道他已经去 那儿两县 知道他已经去美国了 他可能就已经找这些通道了 所以我就没找到 呃 以前就是 就是呆了几年后 后来我第一期啊 就是这个 南方广东 劳工将来就是受变 变 变得的主义 所以现在南方那时候 来认识了那个 唐吉林 他今天那个那个 这位朋友他也是这个 唐吉林的观念 哈哈哈 所以就是那儿 轮子车口 但是唐吉林那时候 就要在这圈市面 就办了 他就是 因为他今天就 住的宝博园 然后就自己去他们 就 分管一张工厂 然后在里面 那时候老公把他给搬过 但是用普遍的 就 开起来劳工权益嘛 在干了 我就在开办法时 然后经常 工人 讲这个劳工权益 后来没开除了 呵呵 所以这就是 很紧张 然后就又在网上 就开始 维持安大接触的 事儿中 然后就 又到 又去了北京 然后就经历过 很多时间 然后我们到北京 包括往下 我们就来到 抗议时间 然后就来 去 那边 以后去 以后 像是 经济 超纯迹的人 所以就 我做 要来到 然后 然后 以后 过年 发生 也就 发生 然后 那时候 当然 我们在水晶 是 我也 我 不明白 是在 选择 走我的 走我的 水晶 关系 当时 走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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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关系 他们不是 建议 走我的 走我的 我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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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走我的 不需要 快了 他就是 学国际关系的 然后 去 争当 记忆 按照 我说 我这个想 主持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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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 他就说 我们周围 不当然 起初 像 附近的 制参 然后 每周一次 诶 然后 正好 跟周小伯 呃 被探勤之前 回到 那儿花了 然后 我们也 也 到 这个 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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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还没 晓 每天 就 直进 然后 这个 李小伯 那个 开启 那种 周期 然后 我们说 哎 这个 早就 我们 这 我认识在 GFG 然后 大家 就 响应了 就是 搞起来 然后 我们 经常吃那个 江拌 出江津 冰箴办 是 其他 东西 过来 所以 昨天就 就 我把你 第三季 然后 正好 就让我们 摸着火 上去 革命 把我们 甚至把我们 都抓了 然后 昨天 我也 可以 提把 后生 然后 让我们 那 那 那 我 就 那 没事 那 出来后 就 尝试 继续 继续 在北京 躲了几个月 非常旧的 对 广东 因为我们 他 是 广东 去广东 每个 中国 但那是非常强烈的 原因是说是两个人的学生 对 还有很多人说 如果他们的办法上留在国外 但是终于我再研究他的时候 也很胖了 然后 这主持人是共同学 正常这个法律的官司 系统和弥江建 他们的亚太人叫伊斯玛尼的 建立伊斯玛尼 他说 我们正好有名人 也认为英国来访问 我说 我想研究的是德国的法律 这种 德国表现以前经常在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 有幸得到一个奖学金 德国我们关注的 英文当年是犹太时期 纳稽时期 犹太人数了 德国的保护 难民主 在二战的时候 德国政府 维会全世界 所以数了 这种状态的法律 就是那三年 有八个法律 我相信有点比较好 记者我们江建桑主 他这个奖学金是大标准的 当年我是想自己问 那个记者 我以前问过 你能不能教我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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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被提供这个 全国的部创造 Oakland 德国 要是 als 대한学金 但是 如果大家要实行 有什么活动可以信戴一下 那我的问题是,我们在这边的访问里面上,我们在这边的访问里面上。 那个,你这个要结束了啊。 抱歉啊。 我让你这个讲,讲那个在德国那些。 哦,他那是,我可以让你对过来,然后我就去给他那个,开始决定这个访问里面。 因为我们也要有一个那个人权教授。 他们能够活在那个特别报告园, 就关注中国的新疆的项目。 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人权教授法是国会的,人权表会的顾问。 然后还有一位就是,法律教授法是英国女王的法律顾问。 我觉得如果我们有某国能够让他们参加, 讲的,我觉得肯定对我们的国务的影响有非常大的影响,非常大的帮助。 啊。 这个,各位老大,我可以批评你啊,应该讲的更精彩。 所以晚上都是讲的,这一碗没睡觉是吧。 哦,对,我昨天我特房一晚上没睡觉。 我为你家只能睡了三个小时,结果他不过, 他就过了,刘德君。 刘德君。 我2013年。 我说好啊,你要是下次搞的,刘德君。 我说那个,就是那个奖励,我那个奖励就到了, 我跟德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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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次法国我就待了15天。 这是我们的女士啊。 德国是法律的。 对法律的。 你自己介绍一下。 欢迎他来。 这是从何兰来的。 我没有明白,那我。 非照相,非照相。 何兰来的。 你在这个群里面吗? 你在这个群里面吗? 你在这个群里面。 你自己的这个认识的过程。 好,大家好。 啊,在这里。 这些前辈,还有这些学长, 我们学习的很多东西。 我自己的这个认识的过程。 我认为从小的家庭 默奥米其实是第一次成队 刚刚一结婚的时候 这一年真的第一次 然后在默奥米在我们的心目中 他这一队长也不过考虑 然后到了我们上学的时候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呼口 然后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变成非用 每一年交学费 这个高学费的学费前夫说 他以前每一年 他要把户口本走到学校里去 就是你有户口本的话 然后你的粮食力就可以多爱一点 如果我们又没有户口那边 那你心情就可想一点 那我们参加工作的话 你的父母在什么单位 然后你又变成什么职业 然后我们又变成了工人的职业 所以后来我就思考这一个问题 我好像我觉得在我的这个人生过程中 我没有平等过 我总是在觉得 我受到的是不公正的待遇 然后通过这个网络开放 我们就开始结束决定 我们在海外的这些花园写的文章 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去点减 来聊一些西方的 我们就感觉到 西方为什么还会有另外一个生活模式 让他们觉得 什么叫真言 哇 我觉得说 首先这一点就是 不要免欲 免欲恐惧 我对于物质的需求 如果说我的物质需求 我都不会保证的话 像林家王说的 哇 我要让你们有这样的活着 这是你不给我吃的 我怎么有这样的活着 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社会的各种各样的现象 我也经常出差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社会好像就已经不滑了 火车站 我们宣传的是 你不要跟牧师林讲话 你不能够帮助牧师林 为什么 我们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不应该是这么紧张 我们应该要相互帮助 相互乱 后来 然后 这个网络上的一些发达的鱼 各种各样的 公正的带贴纸就已经出来了 我就感觉到 我们受破坏的一些文群 都变成了一些弱小的鱼童 父母和老鱼 这些鱼童 他为什么要受到破坏 包括这些社会现象 他为什么会要有这些 受到 受到自己有冤屈的人 他最后要加害 于是我一直到小学下 人有伤害这些人 为什么 有的时候我在想 我们的制度出来了问题 因为每一个人 他当他的食物链受到压制的时候 他就会想到 我得不到其他的需求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加害 因为我跟弱小的人 于是就出现了公交车站的制度 然后小学学校的学生会被砍 于是整个这个社会 有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宣传 我说很多人都说 哎呀政治问题 什么叫政治 这两个字 太宽泛了 政治 我叫政治 其实是共产党 交给我们的这两个单词 其实这个政治的话 是一个很高 高深的两个字 我们其他人不用想的 错了 其实政治啊 就是我们需要两把的医院 我们有诉求的中心 但他们也 他们就觉得这是政治 不让你说 每一个社会民群 每一个人 都有他自己的思想 也都有他自己的表达方式 如果说当一个政权的话 他懂得所有的戳口的话 不让这个社会 不让他达身的话 那么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就跟新潮过期十年 我曾经跟共产党 我跟他们起了一个理由叫什么 共产王朝 我们看所有的这个电视 看电视剧 我们就知道 无非就是共产党 换了一支业务 我们就换了一支洋钢 我们的执政模式 我们还活在 我们这个封建朝代是一样的 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还在 用他们的老方法来组治我们 他们的思想还没有觊触到 哇这个上帝造了这些名领 造了这些山 他这些水其实都要受保护 他们没有保护这些上帝所创作的这一切 他们都反过来在破坏 于是我们的家庭关系 夫妻关系 婆媳关系 都会存在一些很大的矛盾 所以这都是这个制度的结果 所以我就讲到这句吧 好 どうしよう 这能不合作 我这难得 7号是人的玫瑰团队的 7号现在关在里面 我真的是有双青的一件事 我在泰国也见到 有几个玫瑰团队的 其中一个韩军的嘛 他们就是另外一个团队 他们过去的四年为国内的遇难家属 占了七十万人 不同的 在下面呢 怎么让你来讲 我们这 不讲 还是你来讲 密子 啊 密子没这么好 没这么好 这老是内地密的 那个我们香港那个老熊哪个 那个香港 出去了 香港那个人民警察 啊 人民警察来了 香港 英国皇家警察 这个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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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来这个 然后香港 沦陷了吗 那个反正我进不去 我也可能见见 这事啊 现在这皇家警察衣服被穿 你可以戴我这帽子也行 我这是法国部和欧贝队 嗯 嗯 在这边给你这个 一号油 啊 那个在这 回音上 OK OK 嗯 嗯 我讲 你有广东话 我也可以 可以 哈哈哈 这次来呢 就是 是 唱护个人要听omat 那些香港的朋友呢 拖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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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个工作 发这个图 书 宣 然后我的书呢 给大家听一下呢 就是 有一班呢 在国内 在香港,在新军导的。 他说,把香港的一些从大陆逃到香港的一些朋友, 跟天主教的朋友谈的一些话,说给大家听听。 你好,李先生,我是晓晓。 这个号码是我们的开台,找不到我们的这个诺载的号码。 我的手机啊,按分太低了,传送这段的这个信息啊非常的慢。 所以呢,我就拿了好录制的一段视频。 因为我的这个,因为这个我的审视原因啊, 我的情绪啊,就是一直不那么稳定。 所以呢,心里有一些话呢,就是想说呢,就是也说不出来。 今天呢,是2018年的10月8日,是收取于主教科学, 他被非法决定了。 这几个人。 我做了一个小视频呢,就是想通过, 像这个视频呢, 我们要拉上我个人的这个,一个个人的一个想法。 你们不是在现在在法国吗? 如果不方便的话,能不能把这视频呢? 嗯,给周围的人去看一下,给他们解释一下,好吗? 那更多的人去关注中国天主教会, 会被中共当局恶意强行的绑架的这些主教。 现在,嗯,除了苏妇教,还有河北当家口喧化教区的摧态主教, 也被最怕绑架失踪了。 还有一个是,河北宝林东旅教区, 东旅圣堂的这个神父,这个红红神父, 已经失踪了三天主了。 还有是,哎,九个月之前,中国浙江, 周中族去的苏妮华神父, 也被强行广架了。 现在这个四位,嗯, 主教和司徒被人当局, 那个什么,主教破汗。 可是你呢,能够把这个事实呢, 去告诉, 告诉周围,告诉你身边的这些, 这些朋友,让他们, 全国图我们呢, 通过教会, 从教会里面,出现了这种苦心, 这种苦害, 公平终究希望, 最后的这个权力, 这种环境,谢谢你。 这个呢,就是, 已经成功去, 给大家听到, 那么就,在我的立场上呢, 那么,现在我们在香港呢, 就是,在最前线呢, 就是要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就把这些呢, 给大家听一听, 啊,就是我们在香港呢, 啊,面对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就是, 大家都要,啊, 在国外, 国外, 看能不能进行, 那么,希望,啊, 有美好将来。 啊,所以希望呢, 我们在国外, 啊,国内,啊, 大家都要团结, 啊,能够有一个美好未来。 啊,谢谢你。 哦,我知道, 那个,香港,香港这个, 发生天主教会的事情, 就真的很难受。 呃,我前一段, 也见到了他们天主教, 在法国一个, 这个, 负责人, 就在那个外皇城教会的, 我说,国内的那些教会都, 全部同意, 啊,真从这个教皇的规定。 但是很明显这里有问题, 你现在抓了这么多的天主教的这个神父, 你这双方怎么恢复关系呢, 然后抓给他们, 把过去天主教绝法的, 就是, 教皇绝法的根本就不能, 然后重新要给他们, 啊,解除了那种军事。 所以这个成人天主教每次都在努力的, 表达说, 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你这样的一种行为的话, 在我们, 有些人看来是不是, 这个神, 这个这个天是基督, 然后和那个, 和那个摩培的东西一块儿的, 这怎么可能呢? 因为国内天主教徒, 几百年来, 受了那么多的这个逼迫, 都十少地下教会, 这个时候, 本来是说, 还是, 让他们当一父母, 现在是, 给人家抓起来, 真是什么样的行为。 好了, 这个我们, 下面欢迎我们来自美国的, 和, 无言老兄, 倍儿, 倍儿潇洒, 然后跟我们分享, 我们来无言老兄, 随心无言, 无言吗? 无言吗? 无言, 无言, 无言老兄, 无言老兄。 我, 我其实这个, 很喜欢讲话, 也很喜欢讲台湾笑话, 但是这个, 这是你邀请我来的时候, 你说, 我支持他, 我爱人, 像这个方言, 做一下, 真心地听众的, 好好去体验, 好好好, 行行, 让大家去, 无言他写了很多书, 也有关于六四的, 六四的书, 然后在网上都能看到, 还要写一些其他有思想性的, 到网上有些他介绍,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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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完全看到你的书, 有机会, 大家可以这个, 对他去要一些, 好吧, 这个我们, 我们这个带抓住, 孙雷兄, 你不上去了, 人兄不上去, 忘了, 这个, 那大姐夫, 我们从那个波尔多, 我们民主党的这个, 这个, 革命老战士, 哈哈哈, 他现在就加到波尔多了, 啊, 我不想多了, 就是我想说, 这就是了点儿, 这就是兄弟姊妹, 没问题, 啊, 我就想说一下, 他们就是, 见到波尔多了, 然后, 我们见了, 一个很政治老大姐, 是民众党的, 这就是坚决的, 你, 你可以站在那边, 坐下, 你站在那边, 好, 啊, 站在那边, 啊, 本来我要弄成圆多了, 结果有几个骨子, 我们明天在会场, 就可以能弄成圆多了, 大家在一起, 想吧, 谢谢, 嗯, 大家好, 我想说一下什么的, 嗯, 就说一下现实的吧, 对不起, 因为刚才几个人都说了, 我来法国已经十七年了, 十七年呢, 嗯, 现在这个形势, 刚才有, 有的总统说挺好的, 有的总统说, 不太好, 但我自己想的是, 因为, 刚才我忘了说, 美国总统说, 那个, 法国是凡公子, 嗯, 是吧, 他说这个, 法国就给收买了, 是吧, 我觉得, 确实, 我自己感觉挺严重啊, 因为这个, 你的嘴唇现在, 啊, 法国前途里, 你叫, 马法兰, 他就是, 跟共产党工队, 因为我以前在那个, 华国总统, 习立高线, 是, 华国总统, 就是, 我给, 法兰, 法兰系统, 马法兰, 对, 是, 你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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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反过来, 因为我在, 因为我坐在沃尔多, 我又不在巴黎, 有什么方面的, 但是我自己做一些别的工作, 比如说, 在女投之音了, 留言了, 然后, 给, 这个, 教会, 给班尼巴, 洗心, 前几年的时候, 因为我微信了, 然后就, 关于这个, 中国最胎的n, 还有那个计划声読, 还有这个宝贝红工 就是还有明月美班 有很多问题吧 不喜欢 因为班底康有一个是中国的一个神户 他是香港的 他那个呼吸 还有那个什么 我觉得就是这个 咱们往开会 也是一方面 开会起一点作用 但是就是 我直接的那个 给那个 因为我给欧盟 欧盟有个驻华大使 叫 欧盟有个驻华大使叫玉白 他的诸文名叫玉白 那个 反能叫尼古拉 对 我给他写一封信 我写的那个什么呢 我登在那个诸国 欧盟驻华 驻华那个网站 驻华大使那网站 我给他登了 当然他被我回 被我回关 我就写一封信 给欧盟写一封信 欧盟写一封信 欧盟写一封信 我让姜老 姜老给欠字 还有一个 美国的一个叫 张农生的网站 他给我签了 所以我们三个人准备 把这封信给欧盟寄 我觉得就是 应该 做一些实际的 找人在这开会 有时候我就想 我怎么在美国这些流言的 找鞋 或者藏着健康夹的 没有什么实际的 我就做一些实际的 实际的 有其他的 其他我不想说 我大伙说的挺好的 他就说一遍 所以我就不想说 其实说到这 谢谢啊 好 现在我 现在我手握着这个赛纳 昨天收购票 这个 今天我们这个开的还是比较顺利 我们那个 我们美国的 什么 两两句 我们美国 好 对 好 那点 我再说两句 啊 我给两句 对 我先回一个消息 刚才那个 法国工作人员兄弟们说到了 法国政府 对 被收买 对被收买 对被收买 王大姐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呃 有人已经在很早的时候就指出了这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的玛丽女士 我来看一下 我来念一下两篇文章 一个是 Marie Rosemann 和Jean-Marc Brué 就是 Marie是第一作者 那一位男士是 法国男士是第二作者 他们写了一篇文章 Europe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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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篇文章 是什么 La France L'arriere Serville 的 这个是2011年写的 他们两个人写的这篇文章就是说 法国就成了中共的卑躬取悉的盟友了 还有一篇文章是蔡崇国先生 大家都很了解 是吧 和 玛丽女士 他们两位合作的 蔡崇国先生是第一作者 玛丽女士是第二作者 这篇文章里写什么呢 就是欧洲掉进了北京的陷阱 所以 他们是有先见之明的 我个人感谢他们 我想很多人都会感谢他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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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中共在这个民主国家进行这个收买 呢 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 现在呢 中共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 还是钱 非常多 其他 其说 而且他们是一个专业主人 他可以把很多的资源 跟他在手上 所以很多老百姓 师傅非常的鼓 但他 甚至很大的钱 所以他投入大量的钱呢 在西方国家充满 不光是在法国 在澳洲也是一样 但很清楚 有些事情 比如说 他会把一些政客 请到中国去 然后到那里面 想着一种皇帝式 他们从来没有想着过 这个皇帝式的这个 想着待遇啊 这个什么 所以他们觉得 非常地 这个舒服 然后可能还会 有这样的陷阱 我听过这样的故事 所以我们也跟 在澳洲 我们也跟 这个澳洲的情报部门 我们也就是 他们一些公司 把我们所了解的情况 告诉他们 他们也会去调查 所以为什么在 从去年开始 这个澳洲情报部门 和澳洲的一些媒体 开始公布一些 中国在 中国的澳洲的渗透问题 所以这两年呢 就是 开始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这个外形 而且呢 澳洲的这个前任独立 刚下台的前任独立 他就站出来 说了这句话 澳洲人就会站起来 然后不知道在什么上 但是现在他下台呢 随着岗面 就从他新上台的这个独立 估计他也会继续 这种东西啊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任务 我们海外的一个政府 就是我们要想办法 让更多的澳洲 而是我们所在 美主国家的主流的社会 去了解中共的这些手法 他怎么慎动 怎么收买 潜移庙默化 还要报复他们一些 搞些陷阱 比如我听到的像就是 一些前部长 这个我证明呢 不好说 一个这个 一个地方 到了在中国 对他们向了一个 女色的这种陷阱 然后他这种东西也威胁 那你就会听他的这样做 但还有其他的类似的收买 做生涅包园先冲笔 在六四的时候 发生的时候 当初流眼泪 但是后来跟中国 关系非常下台以后 中国关系非常密切 还曾经是中国一部战略局 什么情况的 一个什么 什么一个整个的对动 一个一个成员啊 那些东西非常高官 政治局常委 一类的这种 这种收买呢 非常非常严重的 但是我们就要怎么去揭露上了 那么其中的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这个 黄大姐 想到一些写信 我们是这么建议啊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 我们所在的 总共有一些 当地名字语言 比较好的朋友 我们把写的都是这样 我们呢 把他们当地的语言 广官的发表中是艺员 这些艺员呢 在每种国家 跟中国一样 你可以在广盖上 可以找到他们的 我就是这样 为什么 我就把这些艺员的名字 找到广官的发表中 如果是比如说澳洲市联邦 联邦是联邦有共同的州 州有租的议员 联邦有联邦的议员 我们不管他找出来 对联邦事务 跟州事务有关的话 给所有的州医院 还有一些 这个联邦的 会给他 有的人回信 有的人不回信 有的人不理财 但他总会有些 他们这些 重视的 看着我们 就算有100个议员 里面有一个 他会提出来 那么就有这个影响 也就尽管给大家工作 反正我想到以后呢 我们反正在做的 各个国家都有 有法文非常好的 有法文非常好的 影音非常好的 我们大家一起合作 这样有些东西 我们可以互相分享 欢迎各种的语言 然后 再来进行 到处看 我再说两句 就前几天 我去马尔滩 马尔滩的小国家 他那个 共产党想不到 他对马尔滩中国 就当地的 我就不说 是哪个城市的 他也在中国 他跟我说 马尔滩中国有好几个 中国人 这个问题啊 我还是前几年吧 就 长度巴黎的十几年的 然后 以前哪里有个欧洲制造 是台湾的三体制 他那种叫 郭乃琼的技术 他也有天平章 我家里现在有个 他保新的 他里天平章说什么呢 小小的欧盟总部 竟有个十几个中国人去 这个 这个 今天 我们收买 我们在国证客 他是 我觉得这种打算 建党一天开始 他就能力 然后 现在他实际上一心 对 总统都有提提 那我们不能娶个外国媳妇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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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玩 还玩 啊 最后呢 有一位 他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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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就是他 他们从共产党一开始 不断做的事 进前美女 去进行设法 他们 其实我们可以把中国好多历史当中 他怎么都给做 欢迎什么东西 给他们看 当然他们怎么打开国国民党 就靠这套攻击 所以这个 他有一个 既然有一个 对 他有一个 中国的 中国的 他有一个 意识的做 人家 身心的一个是 这个 法国内政部 在调查一个中国女人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女人竟然和一个法国的对外情报局 就是国安局的人 虽然退休了很多年了 还跟他结婚了 而他带到香港又去到国内了 就是对法国国内保 国内安全保育局的人盯了他很多年 最后发现他出卖了法国的情报 以这个叛国罪在起诉他 但是我觉得我就说 未来我们的机会很多 海外最大的就是支持中共的 这些亲户小鸟 干什么事 当中国经济好的时候 他们把法国的钱洗到中国去 现在他们物理遍地 习近平整理严打 然后内部优斗争 他们玩命上把中国那些钱往法国洗 所以说现在已经被法国这欧洲政府已经注意了 他在破坏了法国的系统 另外呢就是说我还知道的 我们美国的一些朋友 还有其他的法案 还有其他的我们就要努力 就盯着这帮贪宫武力 就盯着那帮侨领 就盯着他们跟谁有关系 把他们一个个拿掉 我让你举着小红签上 你们这帮人什么人 一帮真正的汉奸 又是拿着法国国籍的法奸 知道吗 就这种权 你能让他们存在吗 让我们有的是时间跟他们玩 点着名跟他们弄 但是我可知道的 前一段法国超过九个乔品 包括一个最大的国际大约路老板 找我们家庭合同会会上 就是在中国 已经都被中国的国安扣揉了 全金又扣揉了 现在法国又得逼他 因为什么你搞装修吗 他说装修还在营业呢 现在呢 你看看 现在这个在法国这些桥里面 以前牛的要命 我认识萨克奇 萨克奇 我认识要乱的 我又认识希拉克 你看那一个什么样 现在他们在推训 你认识 你在充满法国人的最基本的价值和精神 就跟他大骂了 那个川普一样 哎呀 这个我是来自 自由评论 不爱母亲之火 我是来自这个自由产生的地方 那你也得硬起来 你让我们展现法兰西的精神 你让这帮中国的贪官功利 然后再帮中国的 说这个官商购业的人在法国 为所欲为 法国有两千多个葡萄庄园 他们买了一百张 包括这个 赵维毕 也包括另外一个人 就是姚明 他们把这些卖完之后 并没有一瓶卖在法国 其实整整弄到中国 然后做什么事情 把这些葡萄酒兑水兑香精 反而 客栈挺好 但是所有中国的葡萄酒 都不加入欧洲或者法国的 这质量的标准 为什么中国有自己的标准 那个标准就是骗人的坑人的 但是法国这些酒童 几十年上百年生产出这些酒怎么样 卖到中国 他们卖的很贵 竞争不过 因为那一个赵维的 一个葡萄酒上 一个赵维的东西 葡萄酒有一个姚明的图像 那就立刻怎么样 法国就这样被竞争 一个法国和中国贸易逆差是300亿 你哪个法国总统面对所谓的中国的这些政客的时候 如果你是维护法兰西精神 在经济上你也没有得到利益 那在政治上 在文化上 在文明上 你不就是轮回了中共的一条狗吗 有些人 像拉帕兰这样 我同样再告诉你一件事情 为什么在这里我不愿意说文贵的事情 那就是在法国 他通过调查公司 拿到了一些跟拉帕兰在一起 不是跟那些在一起的法中基金会 都是什么人 拉帕兰 马云 所有的法国的这帮亲密的利益集团 就是法中基金会 那么跟王健在一起 王健出事了 你们就在那小小 我自己新论出事 一段小小 你掉下坏死 然后法国呢 毕竟死了 你跟他没关系的人 很快不了了 王健夫人和那个法国 那个教条一个巴斯特 为他的照顾做一个小小的这个道理 本来想找一个和尚 和尚没有来 结果那神父 结果给他念 纯归真 你这样来就走了 但是他不让任何的法国的媒体去采访 你的账户到底是怎么思考 但是我们掌握的录像 那录像是什么 你那些都是什么人 你叫华庸的 还有其他那些都是什么人 都是其中 在法国几十年 回到北京买四合院 在那买的怎么样 但是法中基金会 第一个获得这个所谓 法国青年优秀奖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法国的总理 人家十几年前就在呸 就是现在我们法国现任总理 或者总统啊 他以前是难顾的一个 一个城市的这些 一个市长 这个人以前是右派 左派 后来右派 那我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不是说不知道 我们在跟踪这件事情 在欧洲议会那些人 法国这些这些这些 这些所谓的商人们 在做你真的 为了法兰西利益吗 我们就一直以弹了 那下次 整个欧洲 来美国 欧马斯理法案 和这些豬肉合在一起 就跟他们干干干干干 你们这帮轻功的走走走走 他们外国 这个多多了 哎你该说干嘛呢 不是外国人以为中国私底议人口 市场挺大的 实际上他们上当 这个经济全球化 我说经济全球化 中国是是个现场 最大的一个现场 他们中国私底人有多少人能消费啊 最高两个一公里的话 因为在欧洲呢 现在只有德国跟中国的经历是专程的 那么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 为什么诺贝尔和平奖是在挪威呢 因为挪威不在乎 因为挪威的这些能源 这些是卖给 包括它的鱼啊 全世界都要 是卖给欧洲的 它不需要中国的什么产品 所以说诺贝尔和平奖就在那 它顶着压力就半了 就搬给了这道坡 就是说我们现在都看到什么呢 每次 那次我干的要和平奖 这是以前是这个跟那个 萨克奇 是在一个 一个的法国 现在我见到他 他自己低头那 以前在我面前指高气啊 我认识萨克奇 我认识热 我又从互问 这一个个都是法奸 汉奸 在法国面前出卖派人 在那边出卖派人 在那边出卖派人 是这样的 好了 这个我们的会议 谁还要讲什么嘛 因为这就明天了 明天呢 玛丽你好 是不是白夏老师来啊 玛丽 这儿刚才那个 那个江永龙老师说 那个 法国新兴画派的王克平 还有那个 马德生先生也来 他们是 诗人 啊 哦 各远就过来 对 各远就过来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吧 一会儿我们 6点钟 就去那边吃饭吧 或者7点 7点半 我们吃完饭是8点多钟 9点钟 然后我们就去隔边 8点多钟 然后去隔边那个 6点钟吃饭吧 好 好 6点钟去 谢谢 7点钟 Good morning